大使字字句句都是声光无济 那我劝你好好去读 运光的读这个原因法师的讲义 要解的讲义 你看看原因法师怎么解释 欧约大使要解我也讲过 刘臣福老居士 从我的诺言带里面写了一本书 好像是 他的书的题目是《梅桃金要解》 《清闻记》好像是 都值得你去做参考 决定不能误会 第四题 他说我的妻子在贸易公司做会计 工作中一定有偷税漏税 他想辞掉工作 但是家人不同意 不辞又担心 偷税漏税 将来会有果报 请问怎么做 我本身的工作 我本身的工作也会破坏生态环境 但不知如何 但不知如何抉择 如果你相信因果报应 你真的就要辞 这个不是好事情 或者是你建议你的公司老板 劝他不要做偷税漏税的 这些事 这些事 当然老板是 他是负主要责任的 你是帮凶 他的果报 会比你严重的很多 一定要相信因果 你命运有财啊 自然会来 命运没有啊 你想什么方法都赚不到 用偷税漏税这种方式 只是这幅啊 你这个公司今年可以赚一个亿 因为你做的是漏税偷税 大概今年只赚个五千万 打对折了 打对折你还很欢喜 我今年不错 其实你命运该有的已经损失了一半 这个道理他如果懂得了 他就不会看了 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要把道理讲清楚 这个不是好事情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求受三坛大戒不久 他下面有几个问题 他说如果 学比丘戒 支持菩萨沙弥戒 从临初一十五菩萨日 我是否能参与听这个听松戒 学戒后还能打七一吗 到寺院挂单戒碟还可以用吗 如戒碟不可用 应如何处理去好 我觉得是这样的了 你收了三坛大戒 你就收了就算了 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 为什么呢 偶尔叶大司是研究戒里 他告诉我们 中国从南宋以后 就没有比丘 换一句话说 这个三坛大戒是有名的武士 所以偶尔大司 他那个时候受戒之后 他就把比丘戒写了 他持沙弥菩萨戒 那么他的书生 就是他的徒弟 也是他的侍者 陈时大司 陈时大司看到老司 持沙弥菊 他自己不敢跟老司比 自己一生受了戒 他退到什么地步 退到出家有活生 只是努力把世善 五戒修好 念佛求生进度 这他给我们做的榜样 那我们今天受这三坛大戒 实在讲很难 受戒 前面要有基础 这现在不讲求了吗 没有法子 什么人才能受戒 他有条件的 我们修净土 我们接受 观经里面 这个三坟 敬业三坟 作为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 敬业三坟第一条 校养父母 奉司司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这头一条 头一条是什么 善男子善女人 你有善男子善女人的条件 你才能受三归五戒 没有这个条件 不能受啊 受了怎么样 受了你会造很多罪业 你不受 你造的罪业是一重罪 受了之后呢 你又加一重破戒罪 你是两重罪啊 所以那个这个传授戒的师父啊 他很慈悲啊 他不会向你犯罪 那就是说 地业佛 你做到了没有 没有做到 不可以 受三归五戒 所以现在三归五戒 叫纪律元 跟你借个元 不是真的啊 三归五戒都不是真的了 这个三坛大戒怎么会是真的 哪有这个道理 啊 所以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为了要弥补这种事情 啊 特别提出啊 学地磁亏 学太上干一米 啊 我看这两样东西 这是戒指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不能受啊 啊 今天十三一道 你做不到 做到了 十三一道 他为什么做不到呢 你没有弟子规 跟感言篇的基础 啊 这个我在讲系里 讲的很多啊 不能不知道啊 中国从唐朝 中叶以后 在家出家 他 佛弟子 就不学小乘 以前学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佛弟子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是非佛弟子 这佛不承认啊 所以小乘经典呢 我们这个中文 藏经啊 很完整啊 那么唐朝中叶之后 为什么不再学了呢 啊 而是这些大德们呢 他把儒跟道代替了 这可以啊 啊 所以我们现在重视 儒家的弟子规 道家的感应篇 用他来代替小乘 一定要把这年要弄去 百分之百做到 那么十善业道啊 就很容易了 你真做得到了 十善业道做到了 你才能受持三规五矩 那有这个基础 才能受出家 这个这个沙米六矩 啊 十条戒二十四门位矩 真做到了 这是真正沙米 才有资格受大戒 啊 啊 所以受了就算了 不要再认真了 啊 好好念佛求生进度就好 啊 真的想吃劫呢 要从弟子规作起